如何解读国新办在周六新闻发布会上释放的经济信号 我们第一个永远不变的主题就是化解地方债务 逐渐的释放更多的特殊国债 把地方的隐性债务逐渐的表面化 那么第二点就是让我们的房地产止跌回稳 但是不是过度的炒热 而第三点就是向国有的六大银行进行再一次的核心资产注资 可以追溯到上一次是注资是在98年 也就是说时隔了26年 但是现在的条件和曾经不太一样 曾经的时候发行了2000多亿 然后再给羊妈财霸逐渐的再倒回去 但是后来成立了四个AMC机构 我们现在其实银行整个的风险是可控的 这一次相对来说注资核心资产 也是为了让整个的资金去流转起来 然后第四个要点就是保民生促经济刺激内循环 但是对于普通人来说只需要三点 涨工资涨工资还是涨工资 只要工资涨上去了 普通人的消费能力绝对就可以提升起来 那么经济内循环就可以解决 而且后面的话也讲到了如何去处置这些地方的闲置资产 或者是转移支付 或者是如何让巧妇扎紧裤腰带 把日子继续的过下去 然后跟大家也贴了这些图表 还有就是一些券商对于这一次新闻发布会以后的一个猜想 今年财政部门大约还是有三万亿资金的缺口 所以说未来我们还会继续的发行特别国债 对于整体的经济 只要是把利率控制下去 那么我们把时间拉长 其实债务也会逐渐的缓解 但是也跟大家聊过 化解债务最好的方法就是你多挣钱 当你挣的钱多的时候 其实债务也就无所谓了 可是对于我们一个出口型的国家 你会发现现在外面处处都有限制 就比如说10月4号的时候 欧洲又对我们的新能源汽车加征了关税 欧洲那边投票可能只有五个反对 剩下10多个同意的 而且尤其是法国最甚 当时的时候我们和法国前期都签订了空客订单的合同 订单的金额超过了2000亿 因为我们都知道世界的两大生产商飞机的 一个是波音一个是空客 但其实还有一些其他的 比如说什么庞巴迪或者巴西工业 但是这些他们都是属于小众类的 真正的大众使用的飞机就是空客和波音 但是波音又受到了整个波音公司 第一点是工程师这种罢工或者是减产 而且再加上波音的这种质量不太好 那么他今年波音一直到9月份 他总共只生产了200多架飞机 而空客接近于400多架 其中大部分的订单都是我们中国这边去接收的 可是大家说那我们中国有C919 其实中国C919现在面临最大的问题 第一个是生产扩能 第二个就是我们的航空发动机 以前一直跟大家聊过 你像波音使用的是LIP-EA 然后空客是LIP-EB 像我们这种C919就是用的LIP-EC 用的好像都是普惠的发动机 但是他现在由于中美贸易的摩擦 对于我们发动机的限制 所以未来我们只能使用国产替代的 但是这种发动机可以说是比较难 因为它都叫工业这种掌上明珠 然后我们也看到中国又对法国的 比如说这种奢侈品或者说这种干液的酒类 进行一定的反倾销 可以说我以前不清楚 真的不知道 原来干液产区90%或者是到60%左右的利润 全是来自于海外 而广东是这60%到80%之间又有90% 也就是说广东人几乎占据了整个法国干液产区一半的利润 那么就像广东人喜欢喝的这种 叫做蓝带马迭利 或者是这种宣泥诗或者XO 它其实是有评级的 一个是VS Very Special 还有叫VSOP 就Very Superior Old Pale 然后就是这种XO XO就是Extra Old 反正这三个评级具体我不怎么喝酒 我也不太了解 而且对我这种木舌头来说 就是所有的酒感觉都一样 喝完都上头 但是你会发现 整个中国对于它未来 如果增加了这种反倾销调查以后 去额外的关税 因为在23年的时候 我们好像进口这个份额不多 但是100多亿肯定是有 而且我们是作为了法国这种输出型的第二个产国 也就是说我们是它第二大了 而且从这种逐渐的反倾销 或者反调查 或者是贸易之间的摩擦 你会发现现在很多的地方 但是从数据我们可以看到 中国是法国干预地区第二大的进口国 而23年整体的我们进口数额应该是在130亿左右 如果中国维持了我们这种反倾销调查 拿起我们自主维权的武器 很可能法国的这些农民 也就是说种干预地区葡萄的农民 也就意味着他们的葡萄可能会烂在地里 甚至说他们可能继续的法国传统 开着拖拉机进到巴黎去罢工 我们也期待着这种现象吧 然后对于整体的经济 还有就是外面 比如说美国特斯拉的这种Robotaxi 大家觉得看完了发布会觉得特别敬艳 说你看美国有这个Robotaxi 但是你发现华尔街已经完全的用脚投票 Uber明显当他发布会以后 上涨超过了10% 而特斯拉是下跌的 其实这种情况下是非常显而易见的 他把所谓的科技提升这么高 他如何考虑普通居民的工作 还有就是有的人说美国都有萝卜快跑 那中国也有很多人说 那你看这个FSD多么厉害 在什么场景下都能应用 我就问你 你打一个滴滴打个出租车 难道你去田地里 或者其他这种边角的地方吗 大部分都是在城市短途不超过10公里 所以说超精尖的地图 配备着整个的 无论是红外线雷达毫米波 或者是其他雷达 你多放几个摄像头 对于我们的城市运行来说 完全不受任何的影响 那么也就是说 他吹捧的很刺激 或者很牛 可是真实到英俊用的时候 他带来的商业化 和他们的AI是一个效果 AI吹的那么牛 他带来的商业化有多少 今天我们就先聊到这里